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做一个无瓜肉炒羊和来吃 我们这里这个叫羊和 一身不过来 没大包过来一碗 大碗 看到了 今天要吃 要搅拌两个碗 然后把它打变 要把它打变 就好了 我把这个洗一下 说到这个我就记得小时候 就是我爸嘛 不是 他去外面盖火 然后就拿了这个种子回来种 种了之后就可以吃了 我们就炒热 还有过年的时候就把这个拔出来 炖那个 叫什么炖那个猪蹄 对对那个猪蹄 还有这个的根里面长在里面的 那个炖也好吃 这个是炒 就这个里面的根 就转一个猪蹄 对 你说那个普通话怎么说我也不知道 又确实真的不知道 我苗鱼我也忘记了 也太久没遇到就对了 嗯 它要洗洗 这个皮刮一下 很多东西 吃也久了 没用到就忘记 所以才有个熟内蒸炒熟内蒸炒吧 好 先把这个切片片 看现在小猪的五花热都不会太肥的 吃起来也好吃 你看看 这是肥的 这个色的 这个肥的 就是说很大一层都是色热嘛 嗯 这个小猪喽 如果是老猪的话 那肥的比较很多了 所以我现在吃的有一点好处就是贵 是贵了一点 但是可以吃到小猪 要说到菜我就想起一件事 以前我家老爸 我爸不是做那个 做有些菜的时候他放糖 我妈又不懂他就说你放糖 你放糖你要毒死我们 因为没见过嘛 没有吃过放糖的那个菜 就感觉放糖是一种不能吃 或者不好吃 然后吃了之后哎呀 觉得很不错哦 后来还不吃了 再把辣椒洗一下 其实很多东西我们没吃过 我们就觉得不好吃 像以前不是那时候我叔啊 他们去外面打工嘛 他们就学了红烧热回来 就煮红烧热 煮了一碗 其实挺好看的 要拿给我们家吃 那时候我就吃不来 我感觉甜甜的 这怎么吃啊 菜哪有甜的 不是吃辣的吗 很好笑的 然后后来吃了也不吃不下的话 我就拿一块给我们家搁 我们家也不搁的 我们家搁也不吃那个 就要甜甜的红烧热 就蛤都不吃了 那么爱吃甜的呢 让人 如果让他吃辣椒 他也觉得不吃 他也吃不来 他的蛤也不吃 但慢慢的 我们现在就是说 可以通过网络啊 还有人啊 放出走啊 都会了解很多东西 慢慢的接受很多东西 但是很多朋友说 哎呀你这个好吃吗 你这个能好吃吗 这猪都不吃的东西 你没可能 当然了那里的猪不吃 但是我们这里的猪不吃 其实是就是这样的 像红烧热一样 红烧热第一次吃 我真的无法下夜 一口下去 就想吐出来 但是慢慢的吃习惯了 觉得很不错 而且现在还挺喜欢吃的 现在我们切辣椒了 你看这辣椒长得柴鸡的 然后开始吃的话 我们家是和辣椒 还有西红柿 西红柿炒起来 西红柿炒起来 炒好了之后再下入这个洋盒 吃起来是酸辣可味的 我们是比较喜欢吃酸辣的嘛 感觉酸辣特别的下饭开胃 就是这样的五花热炒 我们这边的话五花热就甜一点 然后腿巴热要贵一点 腿巴热现在比五花热贵的沾上前一斤 完了完了就炒不出水油来 再等一会 放到边上去再加点菜籽油 再把它炒到一起来 再炸一下 再炸一次也就油出来了 再炸一次也就油出来了 我们把这个下去 羊猴和辣椒一下 炒一下 很多朋友肯定没这么吃过的 有些还没吃过羊猴嘛 来 加油 再加油 好了 我们炒足了可以吃过 这个贴气实在是太热了 说实话 我吃饭呢 太热的切我也吃不了 但是不吃就饿了 所以我搞点酒来看能不能就是说解壳又能吃得下饭嘛 这段时间的凉就几天好热好热 我先来一口酒再说 牙齿好病 我本来说戒酒了 但是这个就像别人说戒业一样 说戒业说戒 我就下地决心戒业 过几天又 还不过三秒钟又抽了 我这下地决心要戒酒 不过三天又喝 不过说句实话 其实我也不是那种爱喝酒的人 我喝酒喝的不多的 一啤啤酒就醉 一口白酒就是 一两到二两白酒就醉了 一口白酒 先尝一下这个 对 我的这个喝酒 嗯 香香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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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日子就是有酒有菜 有饭有菜 有的吃有的喝 大坨吃肉 大块喝酒 不是大块喝酒 大碗吃肉 说错了 大块吃肉 大碗喝酒 今天我吃的饭是比较少的 这喝酒 只吃一小碗就可以了 多吃热多喝酒 就吃一小 就吃一小 买上酒 一瓶 太多咱们也不能喝 其实喝酒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但是呢 一个人喝酒啊 我们喝酒是为了开心 不能借酒消车 如果借酒消车 愁愁开心的来回酒的话 就会更加开心 更加兴奋 当然啊 再老的司机的话 也不能喝酒太久 现在这么一点 开出一口就该得了 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 这个呢喝得很饱了 感觉酒剂也有点点上来了 我不能再喝 多一瓶也饱了 饭我怕吃不完啦 吃不完就算了 我们家还有狗狗可以吃 如果 狗狗饱了